9月9日 第五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中山大學分論壇在廣州舉行 來自兩岸和港澳地區的專家學者120餘人參加論壇 論壇上 與會嘉賓圍繞孫中山的發展觀與中國式現代化展開積極研討 清明黨主席宋楚瑜在致辭中表示 在他看來 孫中山的發展觀有三個層次 追求民生經濟發展 致力基礎設施建設 善盡世界大同責任 他認為 兩岸同胞携手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兩岸和平統一是共同的大事 更讓我們感覺興奮的是 在不到四年當中 能夠把兩不愁三保障 脫平攻堅的工作 真正做到 讓將近億的人口脫離貧窮 這不就是中山先生所說的發展觀 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 中山先生說了一句話 要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什麼是大事 中華民族的復興和我們兩岸的和平統一 才是我們共同的大事 我們一起共同 為這個來攜手共敬 來完成這個理想 新黨前主席郁慕明在致死中 寄予兩岸年輕人 應牢記先輩們的努力 在走向國家統一 民族復興的進程中負起責任 當我們在這裡 紀念中山先生 我們回憶 那個時候的新郎 今天在座的年輕朋友 要牢記 祖先輩的奮鬥努力 各自在走向國家統一 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負起今天年輕一代的責任 讓我們共同攜手合作 兩岸中國人同事與家人 大家團結起來 追求弘揚中山先生的奮鬥精神 博恩精神 中國一定強 與會的專家學者認為 孫中山先生為國家民族不懈奮鬥的精神 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 兩岸同胞要學習研究孫中山先生 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強意志 堅定維護國家統一 我認為說 其實兩岸共同向孫中山的發展觀 共同去邁進 是有助於民族的振興 也是中國是現代化的核心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無論從個人來講 從孫中山的思想來講 兩岸都應該相向而行 我覺得孫中山是彼此之間最大的一個留待 也是共同的一個資產 像我就回去想組一個團啊 訪問孫中山的實業計劃 就把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的所有的成果 我們讓年輕朋友來認識 來到大陸 除了走一走看一看 其實呢 現在我們也在談融合發展 台灣的青年有機會也能夠在大陸短期的待一陣子 或者呢 通過實習啊 就業啊 來感受一下大陸的社會 它的生活方式 它的這種現代化的這個途徑 其實在台灣小時候 我們會談到這個三民主義 大陸的這個社會發展跟三民主義 有很強的這個契合 孫中山當年的設想在大陸 現在都紛紛的實現 而且更加的超越